教科書律科219頁的第12題 這題是比較軟的 圖F顯示一個帶電的粒字 它沒有特別說是帶正還是帶符 總之它就說它用速度V 進入互相垂直的電場和磁場 即是說現在這個範圍 是有電場有磁場的 我們只知道根據我們對題目的觀察 電場是向上的 電場的量值 它有提供的 然後磁場是入紙的 磁場是入紙的 我們都知道就是如果 有速度的電荷進入磁場 因為用忽林明左手定律 如果是正電荷入磁場 照計它是會經驗一個向 正電荷入磁場 如果是正電荷的力量就會向上 首先下面哪一個描述是正確的 這條難度就是我連它是正還是符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初步猜一猜它是正還是符 不外乎就是兩個情況 就是你首先就假設它是正 如果你假設它是正的話 如果你假設它是正的話 如果你假設它是正 你假設它是正的粒子 因為正的粒子向右走 即是電流向右走 然後我們看到的 手指弓又是指向上 你就會發現 磁力又是向上 似乎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判斷 應該它就不是帶正電荷 我們也試一下它是不是帶負電荷 我們又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如果它是一粒帶負電荷的粒子 負電荷經驗到的電力 就應該跟箭咀相反 所以它經驗到靜電荷 靜電荷的計法 靜電荷的計法 就是Q乘以E 如果它是粒帶負電荷的粒子 它這樣衝進去切場 我們可以看到 根據題目所說 即是向右衝進去 即是電流就向左 即這隻手指要向左 接著這樣入紙 那個磁力就會向下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它的偏轉的原因 我們看到它向下偏轉 似乎它是負電荷的機會會比較大 而靜電荷的公式就是這樣計 磁力的公式就是這樣計 即是兩個來一起加起來 看看它向下 我們第一件事 作用在P的磁力是比電荷大 要計算才知道 我們計算一下 如果你當你是不知什麼電荷 而電場的強度是四乘 四乘十的四次 即是因為靜電力的數值 就是這樣計算 磁力的數值 就將會QVB 所以就是Q乘以它的速度 V 再乘以磁場的強度 0.2T 但是我們比一比較 這兩個 我們發現我們不知道的速度 所以我們無從知道這個速度 這個值比較大 所以第一句是不對的 第二就是剛剛說過 我們做過一個分析 如果正電荷兩個力都會向上 第三就是V 是會比E over B 那它本來如果他們兩個 是可以有些關係 例如我知道他們兩個等於 那就可以將流色放在一起 但是現在是無法知道 哪個力是大B 所以是無從知道它的電場和磁場 那個數值是怎樣 所以第三這句 亦是不對的 所以只有2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B 是有的 好 對 不是 對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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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